MC 張天婦這日為她的個人專輯拍攝海報 這次的新專輯入面 MC 有很多新嘗試 力求帶給歌迷不同的感受 但是造型都有七個這麼多 分別代表不同面向的MC 造型來說有幾款 有打機的我 彈結他的我 有穿背心的我 有穿西裝的我 這個造型應該就是 是很多不同的我的其中一個我 當然每個人的看法會不同 這個可以是一個 癡癡癡癡癡愛斯人的我 也可以是 玩實驗然後爆炸的我 看你們怎麼看 可以有無限可能性的MC 我不希望這麼快將自己定型 因為這一刻連我自己都未知道 MC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這麼多個加碼一起才是一個完整 相繼一年再推出大碟 MC對於自己的作品都非常滿意 也很期待新歌推出之後 歌迷的反應 其實我很憑恨我覺得兩隻碟 來說我的參與度都相對上比較大 而且自由度也非常高 兩隻碟都收錄了我 我喜歡的風格 或者喜歡的訊息 或者喜歡的類型 所以有什麼不同呢 坦白說我覺得我感覺的心情 是一樣都是這麼興奮的 暫時我沒有感覺到一些很大的上落 因為畢竟都是做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程度 那個熱度那個溫度是一樣的 感覺像是打機升了 有第二個稱號 原本是小事牛刀 然後再升可能就是 初戀武功 MC出到三年 開了三場爆滿的紅館show 出了兩張專輯 還拿了男歌手同獎 雖然作為歌手來說已經非常成功 但MC說還有一些未完成的 bucket list 我覺得我希望可以有一首 真的無論是曲詞編甲 或者不要去到那麼遠 整首歌都是我負責曲為主的歌 或者是有詞 或者是 或者是我可以寫到一首歌給別人 我覺得這個都會是我想邁向的方向的目標 我覺得禁於嘗試或者去創新 是必定要有一些辛苦的過程 必定會有一些汗水 必定會有一些 和自己的紛爭 所以中間這個過程 也是好好認識自己的一個方法